大家好 我首先想回應一下商品說明條例的執法情況 剛剛在剛才的特別財務委員會會議上 我提出了提問 也獲得政府一個回覆 就是我們一向都要求海關方面可以增加人手 去針對處理商品說明條例的檢控和執法 我過去在立法會做過一個書面質詢 就了解到過去三年一百九十人的編制是沒有變過沒有加過 由於剛剛最近大家都知道點了名是消費者 委員會點名有個別的店鋪牽涉用威嚇的方式去騙消費者 健身中心 我們都說應該是要增加人手 給海關加快進行那些調查和檢控 現在政府正式回覆了 將會在未來這一年的時間增加四十個人手 去給海關專門處理商品說明條例的調查和執法 在來年增加四十個人手 我就歡迎政府加人手給海關做這個商品說明條例的執法和檢控 但是我認為始終都是未完全足夠的 因為現在的商品說明條例牽涉的投訴 個案都還是多 我們都希望政府在這方面都要繼續密切地去跟進的 我交給郭貝凡議員他有些補充的 當然我也很歡迎政府承諾 會加四十個人手給海關去執行商品說明條例 因為商品說明條例其實牽涉的範圍非常之廣泛 所以現在現有的編制就不足以 是很有效地去執法 也都令到海關人員疲於不明的 所以增加人手我覺得也是非常之必須的 但是就著剛剛早兩天消費者委員會公佈 關於有四間健身中心被開名去批評 涉及這些欺詐的行為去騙年輕人 甚至是精神能力有問題的人士去購買大量的健身會籍 這個情況我就覺得未必只是海關的執法 是可以完全處理得到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幾個個案我的所謂健身中心 其實我都接到很多的投訴 這些投訴綜合來講 我會覺得其實那些所謂健身中心 其實並非健身中心 只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 其實是一些黑店來的 他們打著說自己是健身中心的名號 其實裡面只不過是有幾個這樣的健身儀器 其實那個目的就是騙一些年輕人去付錢 還有整個他們騙錢的手法 例如不簽合約 沒有任何的收據 收錢的方式是帶受害人一起去按機拿現金 又或者去一些商店買禮券去換錢 等等這些其實都是很有組織 很有系統的一些欺詐的行為 而這些行為並非商品說明條例是可以去處理得到的 所以我覺得去處理這些嚴重的欺詐行為 海關必須要和警方合作去處理 去杜絕這些非法的集團的有組織的一些營運 剛才在會議裡面也有議員問到 就是說是不是盡快入冷靜期 設立冷靜期 就可以去杜絕這些健身中心的問題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消費者委員會開名這四間其實並非健身中心 是黑店來的 所以就算有冷靜期也未必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來到我們那裏求助的個案 全部都是超過幾個月之後才來投訴求助的 所以我不希望政府有一個迷思 想著有冷靜期就可以解決這些欺詐的黑店的行為 又或者只是用商品說明條例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政府必須要正視這些黑店 用有效的方法去執法和打擊這些非法行為 這個是關於商品說明條例的一個情況 接下來我想講一講今天關於這個偷拍的